导演张杰安上台接了讲座 因为国片传来捷报 一人万方主演的电影五月雪日前才在今年 威尼斯影展世界首映 如今传来好消息 获得第八十届威尼斯影展电影艺术奖特别提及 认为作品赋予了艺术极为独特的神圣性 其实这部片是由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联合制作 首映时好评不断 透过两个女人相隔四十九年的奇幻人生 带出马来西亚至今仍然不能说的秘密 也就是五一三事件 威尼斯影展电影艺术奖评审团主席说 看完电影非常感动 除了赞赏摄影跟镜头美学极富失意 也佩服导演张杰安不畏争议 将戏曲结合电影 讲述出一段不容忽视的真实事件 直言是今年威尼斯最好看的电影 而无独优偶片商昨天也宣布 吴越雪获选温哥华国际营战 可以说是双死里门 以上文章的消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